很少看到热搜榜出现的他,可实际上17岁的王源登上联合国青年论坛全程英语演讲,并被时代周刊入选2017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,在荣誉面前,这个小孩选择低调,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。 近日,他又低调发行了自己的全新英文单曲Flip虽然是英文,但是也展示出了王源通过音乐探索多元,前卫与灵感的可能,让我们看到他的无限潜力。 12月8日晚,王源在微博上自拍,并写道,今天在街边金剪刀理发店让Steven老师剪了一个25块钱的头。 照片中,王源穿着高领衣,头上扎着冲天鸠,带蒙可爱,王源还给自己周围加了一群Bouch画面抹音模型。 网友们在看到后纷纷表示,25块钱的头不要紧,随便剪,这玩意儿,主要看脸,颜值在那撑着,我觉得两块五的头都没毛病,有网友还笑称,Tony赶来为您做护理,办卡吗元哥。 最近王源也是在国内的,不过过一两天元哥将要启程去日本的,此次去日本王源也是要与日本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爱回合作的,目前还没有过多的消息,但是相信王源肯定会给粉丝一个很大的惊喜。 元哥说了自己要做原创类型的歌手,据说这次元哥还换了一个发型的,只是都保密的,到最后直接给粉丝们一个惊喜,应该是一根辫子,然后就各位粉丝开始脑洞吧,相信这次王源在音乐道路上会有更进一步的突破。 元哥说过,自己的梦想是想开一场世界巡回演唱会的,我们相信王源很快就能实现这个愿望。 在音乐的道路上,王源走得很坚定,希望元哥能好好照顾好自己,同时多注意保暖,旅途匆忙,很幸运没有错过这个经验的少年。 人生漫长,很满足能够陪跑独一无二的奇迹,记录,不仅是为了铭记,更是为了获得前进的动力。 不至于在翻山越岭间忘了为什么热爱,加油,圆圆,我们小汤圆等你回来,喜欢上王源,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,也许是那张干净白皙的面庞,也许是唱歌时,那闪烁着星光的眼睛。 又或许,仅仅只是因为好奇,无论因为什么原因,我们得目的一样就好,一起守护它,一起陪伴它。 王源说,做好一个事情,你必须一个人往前冲,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那种感觉,就是很孤独的一个过程。